歡迎大家收看要求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來到這一節是問答環節 歡迎大家打來我們的問股熱線 熱線電話是204-6566 或將問題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先介紹我身邊的嘉賓 就是我們研究部的經理沉默沖 Jason Jason 你好 Amanda 你好 好 今晚這時候 先聽聽嘉賓觀眾的電話 電在旁邊有胡小姐 胡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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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你好 我其實想問一件事 就是我買了股票 我就放在這裡不理智 現在是反應的股票不是幾號 但人家說股票還可以向下 我見到升來升來升不上 如果我想問 如果穿了21,000之後 真的到20多了 有什麼板塊可以買 有什麼股票可以提供 買了之後 有希望會升呢 是 見到恆子來說 最近的走勢來說 都比較難人擔心 連跌4加1日 今天才炒為 有少許暢定 我見到現在的考量升95點 最近21,567點 嘉賓觀眾都有說 買一些貨 雜誌都要放在那邊 等一會 只不過是這樣 他問了一個很保險的問題 如果是貨幣跌至20,000幾百點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留意 Jason 你怎麼看呢 先說市的方向 你說得對的 你說之前急跌下來 就算今天反彈的動力 都不算很大 但是我自己覺得在21,200 21,300的位置 就應該的支持是比較大的 還有你說短期裏面 你看到 那個RSI方面 說的日線圖方面 都去到接近三十這個超賣區 亦都是代表著市 就有機會會先做反彈 所以我自己看 就說短期之內 恒指有機會 先做一個技術上面的反彈 彈上去 大概是條十天線 22,000左右 看看這些位置能不能夠穿到 如果你說彈上去22,000 但是動力都是不夠 然後要再掉頭下來 再穿回 見到21,500點這些位置 就真是像你說的 在下一個位置要試 就真是可能連21,000這些位置 都要試穿 如果你說接下來的指數 真的說可能彈完之後再落 落到21,000以下 有什麼辦法可以留意呢 當然你說現時這一刻來講 單看那個基本面 我覺得還是一些太陽能相關的股份 又或者一些是燃氣相關的股份 都是可以考慮 另外如果你看上星期見到兩會方面的一些 講話 其實都見到李克強方面 都仍然是說會大力去支持成真化 還有都是希望在某些產業上面 會有更加多的資源下去扶持 當中如果你說在說一些軟件相關的股份 我覺得都是可以值得考慮 另外如果你看看今年的消費的大趨勢 都仍然是電子商貿和網上購物那邊 所以一些相關物流概念的公司 包括可以 又或者是華南城方面 其實都是值得去留意 如果你說再要講一些政策相關的股份 我覺得一些一孩政策的受惠股 包括之前我在每周一股都介紹過 就是好孩子方面 其實都是值得去留意 好啊 都問到你 家人觀眾 小姐 我還想問清楚 因為其實之前我都知道 大概買過科網股 我買過700騰訊 後來不斷滾滾滾滾滾 我之前就問過郭sir 後來郭sir都說 今天賺了這麼多 他說不要等業 我就只虧了 虧了少少錢 那就算了 如果他真的再倒下來的話 還買騰訊 其實科網除了騰訊之外 有沒有一些是比較好一點的 就是因為我覺得騰訊也挺高的風險 因為他就兩三八就這樣炒上來 所以那些人越買越升 我都相信神話 所以就想當買了 那現在神話到底幻滅了沒有 我想問 是 如果你問我的神話幻滅了沒有 暫時就很難說定段 就說是否整個的升勢結束 因為我自己看 就說騰訊這一陣跌下來 都是純粹因為一些網上的理財產品 說可能一些虛擬的信用卡 又或者一些理財通等等 這些高收益的產品 就有機會是被銀監會那邊 就做回一個規管 所以就導致他在對上幾天的股價 都跌得是比較多 但是如果你說在說其他那些業務 包括手機遊戲 又或者是電子商貿方面 再加上網上的廣告 其實收益都仍然是有相當大的增長 再說回就算你說現在說到 網上的理財產品 會不會來近真的沒得做呢 我相信不會的 只不過就是規管方面 會是比較嚴格一些 還有就說那些人上網去買這一類型的基金產品 都可能要面對一個限制 但是你說這個限制會不會真的好辣 令到騰訊或者阿里巴巴 接下來是沒有生意可以做呢 我相信機會不大 始終你說來近國家方面 要推動內需其中一個信息消費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說到你說信息消費 當中就包括一些互聯網的金融產品 包括網上購物包括在淘寶、天貓網等等 買東西方面的銷售額 來推動內需的市場 所以你說騰訊方面 我就不會看得太淡 但是當然你說它近期的勢都比較弱一點 接下來都是可以 如果你現在走了的話 就等它出業績 看看到時候的情況是怎樣 如果你說業績是交到功課的 看到那些行業都繼續推動 是提高的目標價 這隻都是可以考慮 另外你說如果說其他科網股 我覺得就是今天出業績那隻268 就是金碟方面 都是可以值得考慮的 好 多謝大家的嘉年觀眾的查詢 順便跟大家跟進一下 就是網友及科技股方面的最新條件 先看網友方面 看行訊方面 Jason也說到 升超5% 現價是575元 博雅方面博雅互動 11.56升1號 雲油升2號 最新報53.75元 網龍16.04元 現在升1% IGG升3% 現價是9.04元 看看科技股方面 金山軟件27.8升2% 至於金碟國際 今天升風明天升1% 做3.17元 至於晴天軟件 3.37升7% 中遠國際也升超5% 做3.07元 好 等下各位嘉年觀眾 現在旁邊有黎小姐 你好 夏元你好 是呀 那隻6881我未有貨 未有貨 6.37我已有貨 我想問你 我寧願我再加碼買6.37號 要求其買一隻就是6.81號 好 兩個同一個板塊 都是那些中資的券商股 先說就是6.81 中國銀河證券 見到現價是4.3元 暫時跌兩仙 跌幅不超過1% 見到股價 其實由2月中開始 一直跌下來 好不好買呢 另外嘉年觀眾有貨 就是海通證券6.37 見到股價走勢 都是比較弱 現價是9.71元 升6仙 嘉年觀眾海通證券有貨 好不好再買到一個 這個就是銀行證券 這兩隻股份 其實那個走勢 或者業務表現 其實都是相當接近的 所以你看看 去禁止這幾個月 其實那三隻在香港上市的 券商股 其實跌勢 都是比較急 而且都是挺同步的 所以如果你問我 兩隻裡面 我覺得分別就真的不大 你買哪隻都好 其實到最後都要看A股方面的表現 如果你說A股 能夠真的可以站穩到在二千點 做一個反彈 上去兩千二 兼且見到成交都有一個增加 其實我相信無論是六八八一 又或者是六八三七都好 都應該會有一個反彈的條件 那我自己都相信 你說內地那個上證指數 落到現在這些位置 再跌那個空間 就不是說太大 對上那兩個禮拜 內地出的經濟數據比較頑皮 所以就令到大家就看淡那個A股 但是你說當那些數據出現了 那現在市場的焦點 又慢慢轉向 就說究竟接下來 中央方面 會不會有些額外的招數出來 是可以穩定經濟增長 當中也有些人說 就說人民銀行 是有機會將那個存準率方面 是會調低的 那當然如果你說 那些人是炒一個救市 又或者是穩增長 這個概念的話 相信內地的股市 這些的水平底下 就可以做回一個反彈 兼且如果你說買券商股 亦都可以受惠 有些國策 接下來都說會推 包括就說優先股的制度 另外就說那個 叫做T加零方面的制度 都有機會在今年之內 短期之內會是推出的 那這些的政策方面 對於一些金融股 勸商股來說 都是有個幫助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問 兩隻裡面 怎麼做好呢 暫時你可以是 繼續拿著那隻的6837 去到這些位置 你說要再溝貨 我就覺得不是說 太適合住了 但是既然你說 之前都叫做 拿著了一隻海通 暫時都可以持有住 那上面暫時看那個的 阻力就先往回10.5元 如果你說 股價有機會彈上去10.5元 這些位置是穿不到的 那到時你就可以考慮在這些位置 去移動一下貨 好,謝謝Jason 繼續跟進來次者方面的電話之前 先跟進中資犬雙股 整個版法的表現 除了剛剛說到 在很多政券 以中國銀河之外 看了另外三隻的最新情況 中信政券現在增14.32元 跌超過1% 至於中國光大增8.99元 升9仙 至於國體軍安現價4.16元 升3仙 升幅不超過1% 這時候跟Jason跟進一些個別股份 不如跟進四環醫藥 編後是4.60元 看到今天股價升7仙 升幅不超過1% 現價是9.83元 說到四環方面 有主席等人的配股消息傳出來 有配股消息 通常股價會跌 但今天股價會跌 有主席等人來說 企穩 怎麼看這一個消息 看到他們這次的配股方面 其實折讓又不是特別大的 都是5%左右 反映這次的配股 其實不是看得很淡 但都要留意 始終你說這次配股的人 都是一些主要的股東 都是屬於很了解 那間公司運作的成員 如果你說他們在這些水平 選擇去減持 那會不會反映 他們都覺得在現時的股值 都算是比較高 所以他們就盡量套現一些資金回來 所以這個或多或少 都是一個訊號 所以現階段要再追四環 我覺得直播率不是太高 當然如果你看上星期公佈業績 絕對是不差的 特別你看到他們的心腦血管藥 或者最新的藥物 都能夠有一個提價 毛利率方面 都去到接近七成多 你說見到他們今年裡面的發展 很多大項都看得比較樂觀一點 因為都講到他們本身 都有六隻的獨家產品 今年都會拿出來銷售 那這類型的獨家產品 就不會如何受到 一個降價的壓力所影響 就算你說現在是內地方面 行醫療改革 要將更加多的藥物 涵蓋在基本藥物的目錄上 都好 但始終四環半身去研發那些藥物 有獨特的一個地位 就不會那麼容易受到 整個降價潮的影響 所以變相對他的毛利率來說 都有一個作用 還有如果你看到股價走勢 似乎是真的不差的 說從去年的第四季開始 都有大概五個多這些位置 就慢慢升到上去 現在接近十元 所以如果你說以一個中線的基本面 就不頑皮 但是短線裡面 始終有減遲的消息所影響 我相信股價都不是那麼容易 可以突破十元這些位置先的 那要買都不妨是等那個價位 接下來是落到大概九元 至到八個八左右 這些位置再買 我覺得那個風險就相對低一點 好,謝謝Jason 對這隻股份的分析 另外在模型方面 都有些報告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看好四環一月方面 就有信心 接下來可以持續發速的增長 上條了他的目標去到十一元 評級就是增持 大家可以作為參考 這段時間差不多 我們跟Jason做一個新報 本身自己說過的股份 自己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Jason 我們先休息一會 專門回來 再換來另一位 就是研究部的經理 就是Fight Stanley 跟大家每次一股 推薦他的股份 想聽的話不要走開